大家好,我们是刀烂小煎冰,六年松班张专云,六年松班红彩婷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幅画是选自《打淘爱新好C》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台语儿歌,是以台湾小诗作为题材,读在朗朗上口 是作者剪商人在产房外,等太太生产 难受到要当爸爸的喜悦与责任,在心中白感焦急的情绪下所创造出来的 诶,这里一位新娘要出嫁诶,你们知道台湾人结婚有什么重要的习俗吗? 像是这里有一位婆婆拿着一把黑伞,而这把黑伞是用来触摸,招来好运气 这位新娘正要把红包拿给小朋友,而这样做的意义是为了让小朋友沾到喜气 这边有一位小朋友端着一盘橘子,而这盘橘子代表着甘愿和甜蜜 我们再来看到这幅画的构图简单明了 是采用相近色的出现来勾勒线条 我们再看到后面这几位家人的表情 从他们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女儿的出嫁而感到依依不舍 希望你喜欢这幅画,并且再读读《大陶瓦新巧思》这本书 可以更加的了解画作与故事 这是我们的介绍,谢谢林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